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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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茜 俗语有魂 民以食为天 如果连食物都有困难 又如何享受人生 甚至是满足日常的营养需要 最主要是逐漸咳,我會頭痛 瀕宴困難除了令食物不方便 更有可能會致命 可能食物侵入器官 會有窒息風險 或者嚴重吸入性肺炎 都可以致命 想吃得安心又美味 可以嘗試用軟餐代替正常飯餐 將午餐設計到有形態 亦有很多顏色的話 更加可以刺激他們的食慾 從而幫助他們攝取足夠的營養 今集會說吞煙困難有甚麼治療方法 以及在飲食上可以怎樣調整 今年28歲的John 七年前在外國流河時中風 影響他喉嚨肌肉的活動能力 所以他說話和吞煙的能力都差了 上班後就出問題 中風後就自然有吞煙降下 最初吃蘋果粉,即蘋果粉加水 他回到香港後就由家人照顧 由於有吞煙困難 吃飯時爸爸也會在旁邊幫忙 除了慢之外,問題也可以 但那些流質的食物,例如清水 可能有時會逐傷 吃一些比較長的菜葉 可能他比較難 我們久不久都提他 要專心吃東西 要吹一吹,他才會敗一點 吞煙困難除了改變John的飲食習慣 還影響他的情緒 令他有時吃東西都會覺得不耐煩 我想他有時會有點困擾 所以他有時會選一些東西來吃 因此可能有時會喝少了水 因為他避免熟了 我們經常叫他喝太少不行 有時會有熟失,就會感到快速 慢慢吃 一開始就隙了 最重要是熟失,咳,就會頭痛 要理解吞烟困难 首先要知道吞烟的过程 食物在口腔咀嚼之后去到食道 当中牵涉多组肌肉的运动 而整个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我们叫口腔预备期 食物和口水形成一个食团 当中需要有咀嚼 亦需要舌头的活动去帮忙 当食团处理好了之后 就会进入第二个阶段 口腔期就是说 你将食团由前向后推送 之后就会去到咽喉期 这个阶段很重要 因为当我们的舌骨向上向前提升的时候 同一时间汇烟就会倾斜 然后就会盖住气管 这个就是我们保护气管的机制 同一时间吃到顶上吃到 然后这个括弱机也会打开 食团就可以转进食道 最后就到食道期 食物透过鱼动落到胃部 吞咽困难并不是一种疾病 而是一个症状 往往有很多成因 主要都是因为一些影响肌肉协调的疾病 令到病人的吞咽过程出现问题 最常见的就是中风 因为它影响了控制吞咽肌肉的一些神经 吞咽的反射动作比较活慢 而且它舌骨的上升 腹部都会稍微不足 所以当它吞咽的时候 流下去的时候 舌骨的动作和吞咽的反射不够迅速 除此之外 好像是认知障碍 柏金信病等等的脑神经疾病 又或者头颈癌 都可能令患者吞咽的结构出现问题 引致吞咽困难 而有吞咽困难的人 很多时都会出现食物误入气度 或者营养不良的情况 可能会是食物接近在气管 会有窒息的风险 或者严重的吸入性肺炎 都可以致命的 而我们都知道 很多有吞咽困难的患者 他们会有营养不良 或者脱水的情况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他们餐类 比较有局限 或者是很害怕吃饭的时候 会有绿疹或者不舒服 患有吞咽困难的人 经过医生诊断之后 就会由言语治疗师 负责评估吞咽能力 和进行治疗 通常会有几个部分 先会问他一些文症 要了解一下 他吞咽问题的原因 或者他现在面对的困难 第二部分会做的就是一个检查 主要我们会看的就是他的口腔和喉咙肌肉 动动的幅度 另外再低一点 比如去到吊钟附近的位置 喉咙这里的动动 做完基本的问诊和观察 言语治疗师就会用真正的食物 测试患者的吞咽能力 测试可能会给水 或者不同质地的流质 或者食物 去看看他吞咽的反应 正常应该就是他 譬如吃饼干才算 他应该咬完、咀嚼完 这样吞 应该不会出现什么 譬如会咀嚼、会咀嚼 或者整个口都流出来 不应该有这些 吞咽的评估非常重要 言语治疗师可以透过评估的结果 进一步制定往后的治疗方案 不牵涉到任何机器 或者也不是入侵性的检查 第一步先做这个 有时候有些病人 我们已经可以藉着这件事 立刻可以出到 第一,他可否用口证吃 他可以吃到什么、喝到什么 如果我们觉得资讯不够 我们就可以安排去做一些 譬如用内拒镜 或者用X光的吞咽检查 John在中风后 积极地接受治疗 希望可以尽快治疗吞咽困难问题 这天他就找来言语治疗师做连接 好了,没见了 没见了 近来吃饭和饮饭的情况是怎样的 都有进步 言语治疗师会利用超声波 JohnJohn的吞咽过程影像化 令他更容易掌握练习的动作 你现在哼一下 好了,这个位置就是你的声带 而这里就是你的舌头 这里黑影的地方就是你的舌骨 我们现在想试试做之前你学过的曼德森手法 你预备含着口水 接着吞吞吞吞的时候 忍住,维持着喉咙上升的位置 你会看到舌骨是向前的 行不行? 我们试试维持四秒好吗? 超声波就是透过用一些高频的声波 去给我们检查 他可以见到自己动动的时候 器官跟着怎样去动动 所以刚才我们就会见到舌骨 喉咙上堤的时候 舌骨就会向前移动 吞吞吞吞吞的时候 舌骨就回到本身的位置 对于患者来说 他去控制动作 去修正动作都会很有用处 吞吞困难患者 未必能经常跟言语治疗师会面 而不少怀疑自己有吞吞困难的人 都不一定可以即时接触到言语治疗师 去接受评估 所以港大教育学院吞吞研研究所 就研发了一个电话应用程式 希望在第一线作出支援 我们这个吃多点讲多点的app 我们就是最主要想将 关于吞吞困难的一些基本知识 可以让大众有机会看到 我们会讲解一下 究竟什么是吞吞困难 简单的测试 看看自己有没有机会 是有这个吞吞困难 用最快的速度讲移乎无耻 程式里面有影片示范各种不同的练习 吞吞困难患者只要跟着影片去做 就可以有基本的训练 改善吞吞能力 第一个就是会练一下嘴唇 我们说练移乎 这些字是最主要ader一咋 适时要使唇唇能力力强化 第一身念 Belle 它會不斷用不同的方法去訓練 可能是向上的移動、向左右的移動 或者鬥力 第三個練習是訓練下巴 訓練牙膠、嘴巴 吃東西時的力度可以更強化 第四個練習 很簡單的動作是大力吞口水 吞口水的動作是訓練平日吞東西的肌肉 頸部有不同的肌肉 都幫助我們吞東西 吞得安全一點 除了接受言語治療師治療 訓練強化吞咽的肌肉 吞咽困難患者還可以選擇 改變日常的膳食 來減低吞咽困難的影響 我們下一節再看 除了吞咽肌肉的訓練 吞咽困難的患者 還可以透過改變膳食 來改善吞咽的情況 其實在吞咽困難的處理方法裡 我們可以分成兩個大的方向 其中一個就是補償性的方法 另一個就是複腔性的方法 在補償性的方法裡 其實我們未必會改善吞咽功能 不過我們透過一些餐善的改變 譬如食物的質地 它的軟軟程度 譬如我們也會用一些凝固粉 去混合流質 令它們在質地上較稠 對於某些病人來說 這種激烈質吞下去會安全和舒服 除了在水或飲品裡加入凝固粉 平時進食固體食物 都可以有特別的方法處理 令患者吃得更加輕鬆 就例如是這間長者日間中心 職員會為有認知障礙的長者 準備特別的膳食 我們也需要因應 裸記的吞咽程度 製作不同形狀的食物 有部分需要剪碎就可以了 有些需要用攪拌機 把飯菜攪碎 飯要先加水浸爛要攪拌 菜和肉可以直接放入攪拌機 打成糊狀 而糊餐的軟爛程度 亦會根據吞咽困難患者的吞咽能力 再作調整 能力比較高的患者 飯糊可以保留一些微粒 能力比較差的患者 就要將飯糊完全打爛 好像是甜品芝麻糊的質地 湯或水裡 我們都需要加些凝固粉 當然凝固粉有很多原材料 我們都需要一直倒凝固粉 在下水或湯的時候 就一直攪拌 避免它會變得結塊 將正常的飯餐製成碎餐或糊餐 改變了食物的形狀和大小 能夠減低吞咽困難人士 進食的時候 食物誤入氣道的風險 例如他們本身吞咽方面 因為都不懂得把飯餐製成小份量 很容易咬得碎的時候 容易會接近或續生 第二 他們吞咽的時候 都會有機會落錯格 因為認知的問題 嘴醬問題 加上食道收窄的問題 我們需要製作正餐 變成碎餐或糊餐 令他們的吞咽方面 會比較安全 除了糊餐和碎餐 如果想吃得精緻一點 近年坊間也有製作 比較精美的軟餐 相比直接把食物剪碎 或者打成糊狀 軟餐的賣相和味道就會好一點 其實是指一些質地合適的食物 即是質地不會太稀 不會太稀 也不會有一粒粒 質地很軟滑 適合吞咽 而且有吞咽困難人士 進食後不會咳 而且會減低他們落錯格的風險 軟餐的色彩鮮艷、外形精緻 可以鼓勵吞咽困難患者進食 我們說如果把糊餐設計到有形態 也有很多顏色的話 其實會更加適香味俱全 更加可以刺激他們的食慾 從而幫助他們攝取足夠的營養 在製作軟餐的過程 廚師會首先在家裡煮熟和調味 其實煮熟了食後 就會把食物放進切碎機裡切碎 切碎之後 就會再放進高性能的攪拌機裡攪拌 在攪拌的過程當中 會在軟餐裡加入額外的營養 幫助吞咽困難患者攝取足夠的營養 很多有吞咽困難的人士 他們通常都是長者 或者比較體弱的人士 普遍都有肌肉流失和便秘問題 所以我們在軟餐裡 都會額外加了蛋白粉和纖維粉 這些營養素 除此之外 我們在製作的過程 其實是會比傳統製作午餐的方法 會加少了水分在裡面 所以裡面的營養和味道 是會更加濃縮的 最後將食物倒入模具並且封口 再送入速凍機裡速凍 成品在-18度的雪櫃 可以存放半年 方便患者或照顧者準備善食 掃問默解 所謂人中為陰者 陽性之需 故為陰也 內奪而缺 則為陰廢 此臣虚也 小陰不治 缺也 在中醫的角度 吞咽困難是指吞咽的時候 耿咽不順 隔阻不通的症狀 如果因為食道狹窄造成 稱為熱格 至於中風造成的吞咽困難 就稱為陰肺 這個病和肝、肾、皮的關係比較密切 這個病的肌理主要是和肝血、腎症的規虛 不能夠滋養著的咽喉部 也或是肝氣的屈結 影響了皮的功能 而成了痰濕 阻礙了氣血滋養咽喉部 又或是一些年紀大了 腎症規虛、腎虛的時候 陰虛風動縱成了 影響了咽喉部的氣血 而出現這種症狀 在中藥方面 中醫會針對病人不同的症形 而處方相應的藥物 有肝血、腎症的規虛的時候 我們會用一些當歸、手污和黃症 這些藥物 如果是肝氣、屈結而形成的話 就會用一些疏肝理氣的藥物 例如柴湖、香腐和佛手 如果是一個淡濕造成的話 我們會用一些健庇去痰的藥物 包括法下、石窗帕和白術 陰虛風動的話 我們會用一些滋陰去風的藥物 譬如有鋁精子、石缺鳴和地龍 這些藥物 除了中藥 藥物也會利用針灸刺激穴位 達到調神道氣、滋補三陰 以及通關離竅的作用 我們一般用到的穴位 就會用到頸、後部的一些 例如風池、懸骨、天柱這些穴位 另外頭、面部 我們會用到人中穴 而手上我們常用到兩側的內關穴 而腳的話 我們會用雙側的三陰膠穴 另外我們也會在舌根部、舌底 會刺激金瓶、肉翼這兩個穴位 除此之外 我們也會針刺到咽喉壁 我們會用長針 避過吊鐘之後 點刺咽喉壁 患者平日可以多些按摩 風池穴和圓骨穴 每次三至五分鐘 直至有酸臟的感覺 或者皮膚紅紅的就可以了 最後中醫推薦兩款食療 肝氣屈結型的患者 可以用佛手、陳皮、生薑煲水服用 肝臣不足型的患者 就可以用熟地王、道種、懷牛膝、石盒、 杞子和生薑煲水服用 有舒緩胃脹隘氣、保肝益腎的功效